第十首揭曉的歌曲就是 容易受伤的女人作曲 仪要见得 人自最练的高兴 在这一刻都没之间 事实 或只终于 何谈也高兴 本期视频呢 讲一下讲凡张大义世界 看博弈和囚徒困境 首先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就目前来看没有赢家 而且很可能最后 每个人都损失禅重 甚至有的人会受到 挺大的伤害 之所以聊这个话题 是觉得这算是个典型案例 就是可以来讲 为什么每个人 从自私的角度出发 互相博弈 最后导致大家都处在囚徒困境里了 这也是博弈论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这呢 先把要说的这个前提条件说一下 就是这里呢 我们不谈八卦 也不谈道德标准 也不谈原配和小三儿 谁更好看 或者谁更适合讲凡的问题 也不谈老婆长得不错 为什么还要出轨啊 等等 至于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呢 看这件事儿的站位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也尽量不说谁对谁不对 或者怎么样好 怎么不好这些问题 我只想说 在这场现在已经事实上形成了 类似三国杀的这种局面下 从利益角度出发 当然了 这个里边的利益也是以经济为主 但还不仅限于经济 也包括权力地位啊 名声啊 甚至感情需求啊 心有不甘等等 都可以划到这个大利益诉求范畴里的一部分 虽然这件事儿刚开始 后面的发展还在继续演进中 结局也还远远没有出现 但也并不妨碍我们现在可以根据 已知的这些信息 简单复盘一下 分析一下 当事人各方最初的想法 以及每个人手里边可能的博弈筹码 还有出招方式 最后是怎么造成了 每个人都可能没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最后反而是最坏的这种结果预期 事件的起因呢 当然就是因为董花花发的 这一条微博 然后各种吃瓜群众迅速的把背后的事件完整的扒了出来 然后引发巨大热点 然后微博开始各种车热搜啊 删帖啊等等 然后阿里发声明开始内部调查 然后具体过程我就不赘述了 相信对这个事情有一点了解 大家可能比我还清楚 在这儿呢 我就开始从经济力以及一些心理分析的这个层面 顺便也可能结合一点我个人的经历 谈谈以一个旁观者怎么看这件事 那现在就开始说 这件事呢 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最大的利益的点 是什么呢 就是蒋凡 因为蒋凡呢 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这么个优质的职业经理人 以后可能是大阿里的这个接班人 这个位置呢 意味着巨大的利益了 之前呢 好像是去年的时候 美团的王兴曾经夸过蒋凡 说他和拼多多的黄征呢 都是两个很聪明的人 接下来的两个人的主导的电商大战会很精彩 王兴这个人呢 一向是一个很骄傲 好像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太多 因为我记得挺清楚的 他之前还狠狠地怼过马云的 说阿里的价值观有问题 他能这么好的 就这么高的评价蒋凡来讲呢 说明这个蒋凡确实是个能人 而且从蒋凡的过往 成就还有经历看呢 不用说肯定是一个很强的人 只不过现在从这件事上看呢 至少在处理女人问题上 蒋凡可能真的算不上聪明 后面呢 我就说说 为什么我觉得局面已经变成了 三个人都是输家的这个状态了 因为现在目前看 这个最大的利益点 很可能会大幅减值 甚至消失不见了 因为阿里已经开始 对蒋凡进行调查了 我们现在大概可以 基本猜测出来这个 不管调查结果如何吧 讲的这个结局会是什么样 因为这里边已经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说如函是阿里有直接投资的这个MCN机构 那有了这层关系就是典型的刮天理下了 不管说蒋有没有很实质的 或者说很明显的这个利益输送给张大义 帮他这个卖货也好啊 或者给调配资源也好 光是这层关系 蒋和张大义在有这种男女关系的情况下 并存的这种情况下 那就已经严重的违背阿里 最基本的这个价值观了 所以这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我的看法是呢 蒋在事后一定是保不住这个接凡人地位的 甚至连天猫总裁也保不住 而且现在觉得这件事情很棘手的 还不光是蒋 从这个公司层面 但是整个阿里包括这个CEO张勇的这个角度看 也是很不爽 或者说这个事情很难处理 因为蒋凡呢 是张勇一手带起来做接班人培养的 而且也在张勇的这个门下立了汗马功劳的 现在直接把蒋凡这个从阿里这边去掉呢 也对张勇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就相当于至少断了一个左膀右臂吧 而且这个问题处理起来的难题在于什么呢 如果不把蒋凡拿下 他会动摇阿里帝国的这个价值观根基 从之前那个阿里发生过的程序员 那个写小程序抢月饼 一直到那个B2B出现这种腐败事件后 未责的这种直接出局 都说明了这个阿里对这个 基本价值观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严重 但是如果说把蒋凡从阿里这边开局出去呢 那蒋凡现在这个位置又太重要 而且也确实做得很好 那整个天包淘宝的这个人事 还有战略呢 就都会面临挺大的动荡 现在正是跟拼多多 包括京东在内呢 属于这个电商斗争最为激烈的这种关键期 你这个时候把这个掌门人开掉的话 又给了对手太好的这种绝佳机会了 所以就弄得很被动 而且即便是说蒋凡辞职走人的话 阿里也一样心有芥蒂 毕竟蒋坐到了这个位置 知道阿里的这些命门或者关键机密性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所以就算是蒋真的要走 肯定也是要签订各种保密协议 而且也不能再重拾同业竞争了 很可能像魏哲一样 以后去做个投资人去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我觉得就是蒋凡被阿里调到一些边缘部门的概率会比较大 因为也是因为我前面说的这些原因而做的这个取舍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原配夫人吧 毕竟这个事件是从原配夫人这发起的 先从原配夫人的这种初心说起吧 就是为什么这个原配夫人 董花花女士这么冲动 或者确实是忍无可忍了 要跑到微博上 直接out张大意 把这层折袖布扯掉了呢 发这条微博之前 这条微博的措辞 他是不是有认真的斟酌过 而且发完这条微博 所以可能引发的这个连锁反应 他是不是事先也反复考虑过 我觉得以他的这个地位来讲 毕竟说也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士了 也是个总裁夫人 见多识广了 肯定也是这些因素 他是有考虑到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发 我们就可以在这儿 把这个事情复盘一下 倒过来推理一下 第一呢 蒋帆和夫人之间 就是之前肯定是关于这件事 有过许多次沟通的 但是沟通失败 夫人肯定是不想离婚 就参见这个微博 只是说叫张大义离老公远点 换句话说呢 出轨这事他也没觉得多严重不可挽回 只是不想在 蒋前途无量的时候呢 让别人来栽逃 而且和蒋他也生了两个孩子了 说明两个人在张大义出现之前呢 感情可能也还过得去 第二呢 从张大义在这个事件爆发出来之前的一系列反应 以及蒋的那个道歉声明来看呢 目前蒋和张大义应该是处在两情相悦的状态的 因为没办法判断 蒋和这个夫人之前呢 如何就这件事沟通的 双方是什么态度 沟通的时间啊 次数啊 包括这个 尤其是蒋凡的这个态度 是不是坚决要离婚 都不知道 只能说从原配的这个态度看呢 基本上能确定 蒋一定是挑明了 不管离不离婚 绝对不会跟张大义分开的 所以这位原配发这个微博 就是会有这个内容 但是他发这个微博的这个决定呢 就我前面说的是 只是警告一下 还是做好鱼尸网破的准备了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而且从这个利益角度分析呢 就是说 看这个蒋的这个发展经历 还有他的这个结婚时间来讲 蒋的这个大部分资产吧 应该还是婚前资产 两个人如果离婚的话呢 这个夫人能分配的 可能就是婚后的这个收入 就包括这个蒋的这个高管工资啊 或者说后期买的这个房产之类的 但是肯定蒋之前的那个股权啊 还有这个以前有盟被阿里收购的 那个八千万美元里的那部分 他可能是翻不到的 所以他现在用这种公开喊话的方式 我个人是觉得很可能 跟蒋私下里边已经贪崩了 因为这个夫人跟蒋之前的这个谈判呢 谈得并不好 就像我前面说的 蒋应该现在跟这个张大义感情是相当不错的 或者换个说法 可能目前蒋角的 或者也包括张大义啊 就说是遇到真爱了 但是我的个人看法是呢 真爱这个词 对于成年人或者成熟一点的人呢 应该换个角度看 其实呢 它只是激素分泌的比较旺盛的那段时间的感觉而已 如果你遇到的那个人能让你脑袋里的这个多巴胺 或者内肥胎分泌的更旺盛 你就会觉得更美好或者更爽 然后你就会觉得带给你这些的这个人就是你的真爱 但是这个状态呢 是不能长期保持的会退却 假如说这个你觉得这个人是真爱 那这个夫人和蒋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 肯定当时也觉得对方是真爱的 要不然也不会跨入婚姻 也是觉得想跟这个人长长久久过一辈子的 只是这些激情的东西最后都退潮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够成熟的人呢 会更客观的看待爱情这两个字 你会明白这个东西一定会随着时间变淡的 你需要维系两个人的关系 是需要其他一些东西 比如说共同的价值观 兴趣爱好 或者文化方面的一些认同等等 来让你们这个彼此的关系更融洽 然后随着这个世间亲情的这种建立 就说它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互相依靠的这个存在了 蒋和张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事呢 或者说在发生的当时 两个人会不会也有内疚感 觉得这个在道德层面并不好 但是毕竟眼前的这个诱惑是很难抵挡的 这个肉体也是争相的 这个也确实很难拒绝 而且我们现实中很多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种 就是眼前的这个利益 你很难去抵抗的 我们做的任何的这个决定啊 或者决策可能绝大部分都是本着短期的这个利益 最大化的来选择的 一个是呢太远的东西也看不到 第二个呢比如说类似于这种精虫上脑啊 或者说这个既得利益就在手边这种 绝大部分人肯定都是不抓白不抓 不要白不要的这个状态 只是有可能你会为了这个事付出长期的这个代价 就是一句话讲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个代价早晚也是会有的 拿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来讲呢 我因为一些偶然原因吧也接触过一些所谓的这种人生巨富的这个级别 然后他们中有的人呢也属于这种实生活比较混乱的 从我对他们这些人的这个了解来看啊 因为也有一些偶然原因呢 我也有跟这些人的这个女人们有过一点点交流 就先不说这个男人吧 就说我们假定说这个成功人士是这个男人 他的这个女人中呢就不光是有小三的问题了 我碰到一个最极端的这个例子 是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的 而且这个小四小五小六小七之间互相还斗得很厉害 因为要争宠嘛 这里边代表着利益 虽然他们不指望着能扶正 但是每个月能拿到多少钱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而这个成功人士呢 我说的直接一点 他也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本身的这个观念 他也不在乎这些 他觉得在乎的就是这个道德这个因素 会不会在舆论方面暴露之后 给他带来不好的这个社会影响力 从而导致他这个实实在在的利益损失 他更关心的是他能不能摆平这些女人 会不会出问题 这些才是他重点考虑的 而这个成功人士的原配来讲 我所了解到的就是他属于超级想得开的 他根本也不在乎他老公在外边玩女人 或者说给这些女人花多少钱 他觉得就是说你大部分资产还是在我这边的 就是说法律上来讲是属于我跟你有分配权的 而且我以这个大手大脚的随便花钱 甚至也出去玩一下 只要我享受人生 而且我也看开了 我也不管你 就是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大家都开心 也没什么不好的 那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这个蒋凡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从目前来看呢 蒋凡肯定这个 他的这个夫人的这个心理 没有达到我前面说的那个例子的 那个夫人的状态 而且呢 可能就说我猜测啊 就说这个夫人的这个 在结婚之前他自身的这个经济能力 可能跟蒋凡是有这个巨大差距的 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啊 或者说社会阶层完全是蒋凡给他的 所以从这件事本身呢 他缺乏这种自信力 那普京说呢 就说你没有实力的愤怒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现在看就说他发这条微博的出发点 是他心机很深 也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通过希望通过这个公开这些事 能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 还是说从他这个微博的内容来看 是希望这个留住老公 就不太好说 只是就是说 现在看这条微博肯定 就是让这三个人 全都进入了这种囚徒困境 但是既然说这个事已经捂不住了 然后蒋凡的结局也大概率已经注定了 那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之后 只能说目前 结果也就是只会实现 所有人的利益最小化了 现在看呢 阿里系的 比如说蒋凡的几个 有竞争力的这个竞争对手来讲呢 肯定心里是暗喜的 当然了这个事也给他们上了一课 就是他们可能需要赶紧检讨一下 自己在男女关系方面的这个分控情况 或者说有没有足够宽的这个胡承和 讲到这个事发生之后呢 很多人会马上关联的联想 到刘强东在美国之前的那个遭遇 但是呢 我觉得刘强东之前在美国的那个遭遇 这个性质跟这个完全不同 或者说我们稍微八卦 那么一点想一想 说刘强东也算是爱玩女人的这么一个能人 在刘强东 自身来讲他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小三逼宫的情况 我想也许有 只是没有爆出来 而刘强东也比较强势 当然了刘强东的强势最终也让他在美国 这个事情上翻了车 从事后这个刘强东和蒋凡的这个原配夫人的反应来看呢 至少张哲天的这个 这个做法或者说态度来讲 还是比这个董花花级别要高的 毕竟呢 面子是不值钱的 你要是硬要面子呢 可能会损失很多其他更重要的利益 对于 这一个级别的人来讲呢 我觉得他们更 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或者说 更清楚什么样的手段能换回来什么 讲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低估了他这个小绵羊型的这个老婆的这个破坏力 也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掌控力了 当然了这个可能就是他一直以来 这个生活中两人关系的这个惯性思维 就是毕竟老婆的这个生活阶层是他带来的 不同的是呢 这个刘强东的这个老婆张哲天 自己的这个成长环境 还有家庭的这个经济条件也是相当好的 然后呢 我们聊一聊这个事 有没有阴谋论的这个可能性 刘强东这个事呢 我倒觉得后边这个阴谋论的 或者说这是一个局的这个可能性是挺大的 而且 就说后面美国的这个女孩子一直 纠缠着不停的打这个民事诉讼 也或多或少说明了一些问题 但是讲这件事呢 阴谋论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太大 至少目前没发现什么端倪 下面呢 我们就再聊聊另外一件 就是说其实和这个 讲这件事有点可比性的一件事 这个是差不多十多年前的 一对应该算是精英夫妻的 这本类似的造新事 就是这个当年创立土豆网的这个王威 王威呢 就说算是个文艺青年 也非常有才华 然后人长得也不错 论外表的话 我觉得长得比这个蒋帆好 可能也对这个女人相对来讲吧 可能也许比这个蒋帆更有吸引力 或者更有魅力一些 然后王威之前也是 这个可能 我不知道该不该用这个风流这个词来形容他吧 反正就是说他遇到他的这个前妻 这个杨磊呢 杨磊当时是东方卫视的一个主持人 王威那个时候也就是创业做这个土豆网 当然王威之前的这个经历也不算差 就是也是名校毕业 然后也是国际大企业 做到这个中国区的总裁 然后后来这个出来创业 然后但是当然了他刚创业的时候也并不是什么富豪 认识了这个杨磊 然后两个人互相吸引就结婚了 但是呢结婚也就是一年多 然后又发现不合适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这个王威这个土豆网就是几轮这个融资下来 然后开始走到要去纳斯达斯克上市的这个进程 当时土豆网在国内有一家最大的对手就是优酷 就两个人家的两家的市场份额差不多 然后竞争也很激烈 然后也争着说想尽早去上市融资 然后比对手之前就是拿到钱 然后去做大 但是呢这里边关键问题就来了 就是王威在这个上市之前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的差不多了 然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呢 他这个前妻突然去法院起诉他 然后申请这个财产保全 因为呢就说王威创立土豆的时候 这个是两个人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然后法院就冻结了这个王威这个名下的一半的这个股权 这样就直接导致他这个上市被迫推迟了 结果呢就是这个同时期呢 这个对手优酷在纽加所就率先挂牌了 然后当时的市场环境也很好 优酷上市之后呢也是大涨 就是各方面都很如意 等这个王威艰难的处理完这个前期起诉的这个事呢 那他把这个上市事件就错过去了 错过去之后呢 他只能第二年在上市的时候呢 这个市场环境就变了 然后直接导致他就说 市场也不那么看好 土豆上市这个首日呢还下跌了12% 然后市值也只有7.1亿美元 这个时候呢就跟优酷之间的这个差距完全被拉开了 而且这个土豆上市的这个过程呢 也把这个之前的这些偷行啊 风头们都搞得焦头乱额 以至于后来这些风头们在投这个公司的时候 都会加一条要额外看重这个CEO结婚或者离婚 这些方面的情况 就是考虑到这些可能带来巨大的变数 而且王威艺的这个事件导致的结果呢 还不仅仅是这个上市晚了一年 直接导致这个所有的这个情况都变了 因为这个互联网的企业随环境这个变化变天太快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土豆被这个优酷收购了 而且是很无奈的被尤库收购了 因为王威当时最希望把公司卖给百度 但是百度还没看上 就是几经周折吧 最后反而被最看不上的这个对手 把他给收了 而且你回头看这件事来讲呢 就是说王威的这个前妻当时这么做的原因 为什么呢 就是说在最关键的时候在背后摆了一道 据说啊 就是说当初王威离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了第三者 而且当时离婚呢 他前妻只分了 就只拿到了十万块钱 所以呢 就是说在后来这个前妻来反杀这一回的时候呢 可能我猜想啊 就说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这个前妻 这个报复一下 来报仇来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也扯到阴谋论了 就说可能是一些竞争对手 或者是背后的一些大的利益集团来支持前妻 这个时候来阻挠他这个上市进程 但不管怎么样吧 就说他还是被这个女人在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反杀了一回了 在这里边呢 为什么聊起这个案例呢 就说我想聊的这个话题就是 为什么这么多能人在女人的事情上处理的一塌糊涂呢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女人是比较感性动物 同时呢又很不可控 任性起来呢就比男的可能可怕多了 另外即便是这些能人来讲 自己的女人又不像员工那么听话 然后社会地位带来的这个自信呢 往往又让他们对自己的女人这种存在一些大意的这个情况 而中国文化呢也对男女关系有着天生的这种超高的敏感度 社会关注度越高的人呢 这种逃舍事件带来的这种反噬伤害效应就越厉害 聊到这儿呢 我又想就说马云马化腾为什么从来没穿出过来绯闻呢 是两个人都极度自律真的没有 还是说两个人对这种事产生的后果充满了敬畏 所以即便有也是处理的很周全 掌控的很完善 就没有留出一点可能会被爆出来的这种可能性 还有一个就说这二码 还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这两个人的夫人呢都极为的低调 按正常的像这种社会身份地位的人 在信息这么发达的今天 你通过网络也几乎查不到 关于他们二位夫人的什么有效信息 就从这一点看 你就不得不承认 就是说这马云马化腾这二位 那真的是有过人之错了 最后呢我们再说回蒋凡的这个事件 我的一些个人看法就是呢 如果当事人更愿意替另外两方的利益多想一点的话 或者说相对善意更多一点的话 反而会最终实现三方的利益最大化 只是现实的这个结果是相反的 就是很多人很多时候呢 就是我们有点执念的话呢 想得到反而会失去 而这个事件中心的这个蒋凡来讲呢 我也始终认为他是最大的输家了 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他应该是很多事情他最该做好没做好 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该出轨 而是说他出轨之后呢 在这个夫人和这个小三之间的这个关系上 他可能一直表现的比较暧昧 而且这个事呢 从这个张大义之前有些嚣张的那种暗示性的 这个这种言语吧 能看出一些断倪来 而且换个角度讲呢 我觉得我之所以没有太说蒋凡是渣男 就说这个事本身是个很复杂的事 就说我们不是人家 也不知道他的亲身体验是什么样 也许他真的现在婚姻过的确实很不幸福 人也都有追求这个真爱的权利 只是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 他如果真的是追求真爱的话 那么原配他是该给巨大补偿的 如果说原配表现成这样 我只能说他也许是过于自信了 或者说对原配的安抚没有做好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傲慢吧 没有处理好关系 刘慈欣在这个科幻小说三体里面有句话 叫做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其实大到人类文明 小到个体感情 这句话都实用了 昨日像那斗流水里我远去不可留 今日乱我心多烦 今日乱我心多烦忧到断水水更流 举杯小丑丑更丑 明照清风丝漂流 有来之有心人笑 有谁听到就人哭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是要问一个明白 还是要装作糊涂 事多至少难知足 看似个云阳蝴蝶 不应该的年代 可是谁又能摆脱任世间的悲哀